这边请 请坐 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 我还有一个朋友 等一下吧 好的 孟小姐 您的舅舅 真意科技的真总在找您 总是要做那么多错事 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丑 在他眼里 我大概跟小丑一样吧 这边请 先生 你这边请 请坐 谢谢 我亲爱的小表妹 怎么想起找哥吃饭了 那小跟班怎么来 怎么了 表妹找表哥吃饭不行啊 今天我请客 你随便点 你怎么了 是不开心啊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以前自己特别蠢 而且 人家只不过是想好心提醒我 帮助我一下 我还误以为人家是喜欢我 真是太可笑了 是不想起来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肖奈啊 我爸最近也因为她焦头烂额的 听说他们公司跟母公司竞争 新欠你优魂的开发权 真是看不出来 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以前还说要帮她 真是傻 怪不得人家看不上我 哥 我跟你说 她人真的很好 以前呢 我可能只是喜欢她的外表 和光环 但是现在 我却更喜欢她的为人 真够傻 那就去争取啊 不行 她现在对她的女朋友挺好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再去打扰她们了 真是没出息 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 要是换作我 我看上了谁 我会千方百计地把她抢回来的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还说这种话 还有 公司现在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自己注意一下 好了 好了 没跟你舅舅似的 今天还是歌情 开心点啊 好 好 待会儿 您好 亲爱的赵二喜主人 这是您订购的三只松鼠坚果大礼包 赵二喜 她不住这儿了 来了 来了 没想到你还敢来啊 我以为你被咬胖了 起来 知道我明天要走 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 太客气了啊 不是给你的 我是因为嫌太沉 就直接写了你家的第一只 你刺小猫吃的东西 咯吱咯吱咯吱的 我总是会淌口水 我要是不买点坚果 回来咯吱咯吱吃啊 早晚有一天 我会吃掉咖啡的猫粮的 不过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还你钱 薇薇薇的 你别管是谁的 反正从现在开始 我是自由身啦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拿自己社友的钱还我 很有面子啊 总米欠你的先好 那你今天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来 不不不 是最后一次 但是也不是最后一次 看来你猜得中这开头 看不透结局呀 说人话 总的来说呢 就是我最后一次 以欠占人的身份来这儿了 你呢就放心地出去吧 咖啡我来照顾 而且是免费的 没想到你赵儿媳还是挺 不用太感动 我可不是因为你做决定的 我是因为咖啡 你想想 留一只小猫孤零零的在家里 多可怜呀 而且我是很注重契约精神的 既然承诺在先 那就一定要信手到底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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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又想讨好我 你是来道歉吗 好吧 原谅你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可以再加点东西 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 这首曲子怎么样 萧先生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 想法成熟了写报告给我 萧先生 夫人为何要我 在下也讨回公道 萧先生 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呀 那你也太熟练了 看到你就无视自通了 下午还去吗 不去 实习生又没有工资 周末我要休息 那你看家吧 别去萧莱那儿了 让我看家 这里又不是我家 嗯 好